又遇到粉丝了 那你们运气好 今天遇上了我第一把雕刻夹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游戏 这个出生点可以从中场到大门看看 这怎么一路走过来都没什么人的 看到脚印了 应该没那么倒霉会遇到佣兵吧 插个影看看 先知 可以啊 只要雕像放得好一点 那就不怕他有鸟 这种小地形还是很难把握雕像的位置 可以 总算是打中一下了 怎么说 想强行转进大船 先给你来个风路雕像 nice 叫鸟吧 小伙子 喂不是吧 这鸟你也这么死了吗 一会下椅子你也不一定能活多久吧 刚好卡住了佣兵的电机 这把节奏还不错 佣兵提前拉走了 那我插个眼手电机 用雕像不断的砍佣兵的路线 想救人 怎么说也得给我吃个0.5的 可以 总算是夹倒一下了 这先知的锅罢了 你还不赶紧去救一下 这雕像放在板区 居然有奇效 佣兵想要救人 那肯定是双岛了 持我一刀 直接弹到椅子旁边了 哈 再来 这刀没打到椅子 运气还行啊 感觉雕刻家出刀的手感还不错 刀器挺长的 就是有点窄 先知交鸟了 可我雕像破鸟 呃 雕像也没有放好 还是打到鸟了 算了算了 反正它也活不了多久 风版雕像 想要放板子 就要付出你带一家 现在先知只有0.5滴血 直接搞一个二阶雕像 就能带走了 可爱 这个AOE还是很舒服的 看傭兵有没有在中场电机旁边啊 没有的话 那就看大门吧 这边是昆虫学者在修 那调乡师就是在海边咯 傭兵应该是去找调乡师摸了 那我要先把握好时间 把昆虫学者拿下 嘿嘿 想跟我说马拉松 看我风露雕像 别说 这个雕像速度还挺快的 这个位置可以拿一刀 接下来只需要二阶雕像 就可以搞定 我就插了个眼睛 你怎么就从上面翻一下了 那你没了呀 前面搞一个二阶雕像 一波带走 傭兵被调乡师摸满血了 不过你没想到吧 同一个位置 不同的队友 想要修中场电机 你问过我没有 继继续用雕像封路 老哥你这队友用过罢了 你这救人位不称职啊 来来来赶紧过来救吧 你们这把电机修不完的 先吃我一道 我刚刚放了雕像 回来把昆虫学者撞了一下 果然放的好不如放的巧啊 打不到佣兵 那就用个雕像带走昆虫学者 再见啦 好 那就剩下雕像师和佣兵了 雕像师这把都没有怎么出现过 是为远程攻击 看一组雕像打完了也才掉了0.5 有点小亏啊 先把佣兵打了吧 然后再传送过去找一条昆虫 小强躲什么呢 躲的雕像躲不了我的雕刻刀 好 直接切传送过去 忘记刚刚放了个眼了 那既然还要等到顺便手 把佣兵放倒吧 好了小向下More 我来了 松 好的挺快的吧 放香水是没有用的 回溯吃到 可惜啦 被我本体绑住的那个雕像 要不然能直接拿下吧 哎呦你是真地能跑啊 这雕像风路 那打 这都倒不到吧 我再来 倒下好座位 总是修不起来的呀 好 把调食挂上椅子 回去找傭兵 这一路过来都没有耳鸣 应该是摸箱子去了 我看到乌鸦飞了 那傭兵肯定是在那边摸箱子了 看到你了 挨在那里摸箱子 好雕像大阵 居然还摸了个球啊 可惜 二阶雕像差一点点就炸到它了 这刀打完它还是有被动的 不信传送过去再说 小伙子你跑不了了 好了 第一个雕刻家的视频 总算是圆满结束了 感觉这雕刻家挺厉害的 追击手势控场兼备 除了没有减速 其他的其实跟小提琴家都差不多了 好了 后面再看有没有其他新的打法什么的 再给大家做视频吧 溜了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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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